那时汉朝是一套全面解读两汉史的通俗历史读物 它全景在先了中国古代第一盛世王朝的国兴与衰落 那时汉朝第二步从刘邦登基当皇帝开始 到刘起平息七国之乱为止 在这一时期匈奴和异性王威胁着汉朝 欢迎收听《月望东山》作品那是汉朝第二步 由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出品 杨腔腔为您播讲 第四十回郁闷之花 咱们书接上回 上回说到这个宠幸之臣 这个宠幸之臣它的本领就是拍马屁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面孔 这个面孔每天打扮也是非常的花哨 头戴羽毛帽子 腰上系着贝壳的衣带 脸上涂着香喷喷的胭脂 其实想想也是 你凭什么叫皇帝整天看着那一幅幅死板僵硬的面孔 凭什么身边就不能多一些美丽的装饰呢 所以说涂软身 说软话正是那帮宠幸们得皇帝欢心的看家本领 其实并非宠幸之人都是魂囚 没有历史证明邓通 他是一个诸如明朝魏忠贤之流 什么耍心滑痒啊 独揽大权呢 恰恰相反 邓通呢是一个为人低调 做事认真的人 听说啊 刘衡好几次 想给他放假 让他休息休息 他都主动放弃了休假时间 甘愿为刘衡的起居 加班加点 鞠躬尽瘁 于是刘衡对他更是刮目相看 如捧在手里的掌上明珠 唯恐摔坏了这颗拖他上天的好心人 如果说邓通和甲义放在一块笔 犹如是石头笔碧玉 碧玉怎么会瞧上石头呢 于是又听说 甲义啊 很瞧不起邓通 经常来损他 然而 邓通呢 就当是牙了 聋了 对甲义的损言闭嘴半句不争 可是不争 并不代表着软弱 邓通始终相信 上天是公平的 他赋予了甲义的才华 却给他种下了性格的漏洞 只要有人愿意来 戳烂这个漏洞 甲义纵有天大才华 也堵不住 绝不住绝流的亏口啊 而且 邓通还认为自己无财无德 一夜升天 受人妒忌肯定的那时 但是 下面甲义做了另外一件事 却让低调的邓通 不得不出手保卫自己了 原因就是 甲义挡住了邓通的 发财之路 那么这个情况呢 是这样的 有一天 刘恒呢 找了一个人 给邓通看相 看相的人 直言不讳的说道 此人避贫而死 这话一说出来 别说刘恒不相信了 就是说给路边喂牛的农夫 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果然 刘恒就对看相的先生 表示了蔑视 这邓通天天被我宠着 怎么可能会贫死呢 就是穷死 这个贫死啊 你说他贫死 我就偏偏让他付的流油给你看 恰好是孝文五年 刘恒呢 解除了盗住前令 允许民间自助钱财 那个时候 刘恒为了毁灭 以上看相先生的预言 决定让邓通 成为天下最富有的人 于是把蜀郡 严道的铜山 赏赐给了邓通 这个严道呢 就是四川省行京县 让邓通自己去 你自己去造钱去吧 刘恒这举动 无疑是等于给邓通一个 可以印钞票的银行啊 想让人不付都难了 当时与邓通并肩同付的 还有吴王刘鼻 当然刘鼻也在吴国境内 招兵买马 大量开采铜矿造钱 于是这邓钱和吴钱 就成为了当时 流通天下的钱币了 可是邓通一夜报复的消息 马上就传到了长沙 那边假意可就坐不住了 同时四川人的邓小平 同志就曾说过 改革开放 就是先让一部分人 先付起来 但是邓小平 这句话的前提是 必须勤劳致富 先付起来的那部分 必须帮助后边的人 一边达到共同富裕 可是在假意看来 刘恒让邓通先付起来 不但会造成国家的贫富差距 甚至还会带上老百姓 走上一条邪恶之路啊 当然有理由的 理由如下 第一 政府开放筑签禁令的话 变相的鼓励一些部分冒险者 掺一些杂志造假签 道理呢 也是很显然的 即使汉朝有刑罚 可是只要有百分之三的利润 足可以让冒险者 铤而走险 不顾生命的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 解除住钱令之后 农民都会抢着开采矿山 那么肯定就没人种田了 没人种田的话 田地就会被荒废 粮食可就会欠收了 没有粮食 咱们这个国家吃什么呀 更要命的还有 善良的农民 经受不住利益的诱惑 也会争先恐后的造假钱的 我相信啊 贾义这段话 如果被后世的马克思看到 肯定会感到非常的惊讶 原来他说过的资本家 享受利益驱使的冒险精神 在一千多年前 就被中国这个天才读书人 给识破了 当时除了贾义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叫 假山的 也上书劝阻 认为 住钱是国家的行为 这种权力 不能下放置民间 国家 不掌握钱柄的话 还谈什么权贵呢 但是 刘恒对这两个人的意见就是 置若网闻 拒绝采纳 就此 邓通的富贵梦 没有因为贾义的上述而破灭 但是呢 这两个人从此的梁子 可就截身了 他决定 要抓住一个机会 狠狠地教训一下贾义 事实上 机会呢 还是留给了邓通的 这个机会呢 就是咱们在上回说的 刘恒招贾义回朝这件事 邓通就认为了 刘恒征兆 又重新重用贾义之心 他必须抢先一步啊 拦腰斩断贾义的通天之路 邓通对刘恒说了什么 已经不重要了 事实证明 邓通果然是刘恒的手心肉 贾义继续被搁置不用 继续交书 兄弟啊兄弟 不是我帮不了你 只怪你得罪的人太多了 我想到此为止 这应该是刘恒 最想对贾义说的话了 尽管贾义受到了 刘恒的冷冻和邓通的排挤 但是现在的情形 毕竟有所改善 过去呢 身在长沙 贾义还写出了 调屈原妇以及扶鸟妇 那是对个人身世苍凉的记录 如今时过境迁 当初落在位置上的扶鸟 留下的阴影已经淡淡的 给忘记了 反之 贾义终于在 梁太傅的职位上 勤奋钻研专业 写出了一篇惊世骇俗的 政治评论 这个就是著名的治安策 咱们呀不得不谈论一下 这个治安策了 因为它与后来的这个七国之乱 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贾义创作治安策的内心驱动 源于刘兴居和刘长的 这个谋反事件 搞历史研究 向来就是贾义的特长 贾义从刘兴居 以及刘长的造反事件当中 总结出了一个经典的历史经验 并且呢提出了一个企图 一劳永逸 解决诸侯王造反作难的一个方案 贾义总结的历史经验是 在历史的足迹之中 凡是强大的封国 一定会先反的 贾义这个强者先反论 其推论呢 大约是以下这样的 造反者的野心 与实力总是成正比的 比如说长沙王 他之所以成为 目前唯一一个 生存下来的异性王 主要是因为他的实力太小 形势不允许他有过分的野心 所以他们的唯一生存之道就是 对中央忠心耿耿 俯首听命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朝第二部 有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出品 如果您觉得杨强强 不讲的还是可以的话 可以为我点个红心 点个赞 或者打个赏 在这儿啊 我谢谢各位了 再说 周伯 灌英 梵快他们 当初为何不凡呢 也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实力不足 如果说当初刘邦 封给他们诸侯王 肯定也会成为一个野心家 最终被中央给干掉 那么再往远一点说啊 汉朝诸侯王当中 依次造反的人物 有韩信 彭越 鹰部 卢婉 在这四个人当中呢 韩信是最强的 所以呢 他就先反了 卢婉是最弱的 所以他造反在最后边 那么针对这个教训 有没有一套可行的方案呢 让诸侯王像长沙王那般 当个听话的好王呢 贾仪的回答是肯定的 办法就是 削弱诸侯国的权力 削权是国家游戏中 仅次于对外战争的 一个高级游戏了 也是一种赌注 较大的一个赌博 如果尺寸把握的 不够准确的话 就会国破人亡 连皇帝老本 都可能会亏进去 但是贾仪会告诉你 他的这个削权方案 不会出现以上 送人听闻的流血事件 在贾仪看来 只要大力对封国施行 分封制 那么长此以往的话 书侯国的力量 肯定会越削越弱 这个道理啊 非常的简单 封国呢 就像是一个蛋糕 开始是由祖辈 依然他所包揽 祖辈出生两个儿子 那么实行分封制之后呢 蛋糕 不就得切成两半了吗 两个儿子又各自出生 两个孙子呢 那么这个蛋糕 就继续对半的切 以这个切蛋糕的方式 进行继承遗产 这是符合中国人的思维的 这样的好处就是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你有饭吃 我有饭吃 大家都有饭吃 也只有这样 才能达到 孔子他老人家提出的 齐家治国的理念 和 于是 封国内部的王子 王孙们 既得了利益 皇帝那就更得了便宜 这样只有一个结果 中央呢 会越来越强 诸侯就会越来越弱 想造反 你们先掂量掂量自个儿吧 或许有人就会问了 如果诸侯国联合起来造反呢 这个问题啊 就不用太担心了 中国历史证明了 所谓联合造反 首先考虑的就是分成问题 一个诸侯王造反是死 十个诸侯王造反同样是死 但是一个诸侯王造反 如果成功的话 得到的 可就是一大块了 如果十个诸侯王 联合起来造反的话 得到的也不过就是 十分之一啊 根据血仇定律 付出成本与收益利润的 不成正比 肯定会下推这些人 造反或者成功的概率呢 也就会大大降低他 那么或许有人又会问了 如果说某一个诸侯国 他的繁殖能力比较差 子孙太少 但是他的这个份额占有 仍然非常的大 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 该怎么办呢 别担心啊 这个问题啊 贾义老先生 已经做了周密的布置 贾义认为出现这种情况 保留启封国 必须架空他的王位 由中央派出国相 主持国家行政 等到他们子孙多了 再授权给他们 以上这个方案 如果非得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 那就是太有才了 然而可惜的是 刘恒没有采纳 而刘恒采纳的是 治安策里提出的另外一个建议 鼓励被废诸侯或者逐臣自杀 刘恒之所以接受假意这个建议啊 是因为他在前面吃了亏了 比如说流放淮南王刘长 如果当初在拘禁之前鼓励他自杀 那么就不会落下一个杀地之名 再比如逮捕周伯之事件 如果聪明一点 怂恿他自杀 就不会出现伯太后 对他甩头巾 破口大骂这个难堪的事件了 更不会落下一个 狡兔死走狗碰的不良国君形象 大臣一旦有罪 就鼓励自杀的典型马上就有了 没想到 刘恒选中的这个人 竟然就是伯赵 他的舅舅 事情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是刘恒的舅舅伯赵 不知何故杀了一个汉使 就是汉朝使者 于是刘恒就把他给抓起来问罪 可是刘恒又不忍心亲自动手 于是派遣一大堆公卿 陪着伯赵喝酒 并且暗示的说道 给你吃好喝好 就是希望你在地下不要饿着 请你好自为之吧 伯赵一愣啊 好假 我竟然是鼓励我自杀的 想让我自杀 两个字没门 于是 众公卿只见伯赵 九兆鹅 五兆跳 就是迟迟不见他挥刀割脖子 连装也不见他装一下 漂亮的理念 怎么贯彻起来就这么难呢 刘恒又想了一招 让这个文武百官穿着校服 前往伯赵的住处大声的哭丧 一大堆活人对着另外一个活人哭 这就是叫你自我了断的道理 实在是太明显了 伯赵的走投无路 只能自杀了 刘恒以为 鼓励犯罪之人自杀 他就可以逃得一个坏的名声 可是事实上 后世仍然有人对他攻击不已 甚至认为 此等做法愚蠢不及 比如说司马光就认为 刘长和伯赵在活着的时候 就是被刘恒给宠惯了 结果呢 他们一出事 就找这两个人的麻烦 如果当初刘恒知道防患于未然 又怎么会闹出这两出悲剧来呢 好了好了 这个呢就点到为止 这个是刘恒的事 不关贾义的事 那么还是继续回到贾义的身上 当上了梁怀王的太傅 贾义的坏日子呀 还没有停止 不公的命运 再次以坏运气 去毁灭这个天才人物 孝文十一年 就是公元前一六九年夏天 这个夏天呢 发生了一起 出乎意料的事 梁怀王刘依在骑马的时候 不小心摔下了 这一摔呢 没摔伤 直接给摔死了 死的时候 竟然没有留下一个 接班的人 刘恒当初是怎么跟贾义说的 好好调教我这个心爱的小儿子 难道贾义就是 这样调教的结果吗 当然了 王子聪马上摔下了 这是一个偶然事件 跟老师怎么会扯上关系呢 但是 贾义却公开说 我作为太傅 我有罪呀 这个 是永远不能救赎心灵之罪 即使再多的泪水 也是不能的 从此 贾义还是伤心欲绝 常年流泪 泪水仿佛就如同 他生命之水一样 流了一年多的眼泪 贾义的生命 似乎也枯竭了 孝文十二年 公元前 168年 贾义在抑郁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年仅 33岁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为大家播讲到这了 那么 《阅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潮第二部 正在喜马拉雅FM当中 进行持续的更新 如果您觉得杨腔腔 播讲的还是可以的话 可以为我点个红心 点个赞 或者打个赏 在这儿啊 我 谢谢各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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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